hello 欢迎学习把诊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派斯南州 另外一个比较强大的网络请求库 叫做request库 那么这个request库的话 让我们的这个网络请求会变得更加方便 变得更加方便 之前我们使用那个yourlab的时候 虽然已经很方便了 对不对 但是的话还是存在著作不变 你想想 如果我要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 那么这些data数据 我们是不是要经过自己编码以后再发送过去 对对 那的话如果啊 我要去发送 我要去处理那个cookie信息 那么我是不是还得去借助那个cookie 这些东西啊 对对 而我们这个request库的话 他都这些工作 他都完全把我们做好了 我们只要去直接 只要关心我们自己的一些工作就可以了 说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非常方便的啊 这个request库 他的那个宣传 也就是他的那个slogan的话 他是带 他是什么呢 他有句话 叫做http for humans 代表的是 以一个为人类而写的一个真的http 请求库啊 说的话 你就可想而知啊 他用起来是多么的方便 多么的爽 对吧 好 那么具体怎么方便 怎么爽哈 那么接下来我们啊 后面来再来跟大家讲到啊 好 首先的话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啊 就是如何去安装以及他的一些相关的文版地址啊 那么安装的话是非常的简单 直接通过这个派谱 通过旺文的派谱对吧 派谱 install request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安装好了啊 把它安装了 呃 那么这个安装的话还是非常简单 这的话我就不带大家去演示了啊 好 第二个的话就那个什么呢 周温文档以及那个啊 get up的那个地址啊 当然那个周温文档的话 他翻译的就是那个request who啊 那个英文的文档啊 说的话啊 基本上啊 保持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看这个中文文档就可以了啊 中文的就可以了啊 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get up的那个地址 就是这个request who他的那个呃 呃 但他那个原代码是怎么去写的 好吧 好 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来打 我我我这个地方已经把这两个网页把它给打开啊 然后的话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下 对吧 关于这个request who里面的话 这些一些这样的数学 写一些这样的文档说明哈 真的是比较有意思啊 比较意思啊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就是他的一个这样的啊 get up的呃 那个我原谈地址啊 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吧 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呢 呃 这个request who的 他的一个人的基本使用啊 那么基本使用的话 我们就从这个get的请求开始啊 因为一个网络请求当中啊 最基本的那个请求的话就是get的请求 对吧 那么如果你想要去发生个get的请求 通过这个request过的话啊 可以非常方便的去实践 怎么去实践呢 直接通过这个request点get 然后的话传入一个ad 传入一个ur进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马上拿到这个ur对应的那个网页 的那个原代码了啊 那个原代码啊 好 那么呃 他反过来的 他反过来的话 呃 我们这个request过 他会将这个服务器反过来的这些数据 把它给组装成一个response的一个人对象 那么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response这个对象 去拿到里面的一些东西啊 拿到哪些东西呢 我们接下来这个地方啊 就有几个啊 我们常用的一些人的属性啊 第一个的话就是那个test test的话 他代表的是啊 服务器返回来的那个呃数据啊 服务器返回来的那个数据啊 那么这个test啊 这个test的话 他反过来的这个这个数据啊 他是一个unicode的字符账啊 他是一个unicode的字符账啊 好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contain的 contain的话 他也是啊 也是什么呢 保存的是 服务器返回来的一个这样的数据啊 服务器返回来的这些数据 那么服务器返回来的这些数据的话 呃 呃 这个的话是一个contain的 就这个contain的话 他是一个byte的数据的型 byte的数据的型 就是一个编码的数据的型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要跟大家讲到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pys当中的这些字符账号 他在硬盘上面 在网络上面进行啊 传输的时候 他都是经过编码后的数据啊 都是经过编码后的字符账 说的话 在网络上面 在硬盘上面 这些字符账的话 他都是属于什么数据的型呢 都是属于byte的数据的型啊 都是属于byte的数据的型 说的话 我们的这个response.contain的 他就相当是直接把服务器返回来的这个数据 把它给存入到这个contain的里面来啊 然后的话 为了发便使用啊 这个request会为了为了发便我们使用 他就会去什么呢 根据自己的一个这样的理解了编码的方式啊 然后的话 再把你返回他的这个编码后的数据啊 这个byte的数据的型 把它给解码成一个unicode的字符账 再把它给存储到这个test上面啊 再把它给存储到这个test上面啊 说的话 这两个东西 他们之间的唯一的区别 就是什么呢 这个contain的 是没有经过任何解码的啊 而这个test的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经过解码后的啊 经过解码后的 好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就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们这个request后 他去解码某个字符上的时候 他是不是要给他指定啊 他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解码 比如说有unicode的啊 有有以这个utf根吧 还是以这个gpk的方式进行解码 对对 那么你要给他指定一个这样的解码的方式啊 那么这个我们这个request后的话 他就会啊 他他就会什么呢 他就会去啊 以自己的猜测的方式进行解码啊 自己猜测的方式进行解码 比如说你拿到这个数据啊 那么我猜测可能是以那个gpk 或是以其他方式进行解码 那么他就以那个自己猜测的方式进行解码啊 这个你自己猜测的话就有个问题了 因为有时候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猜测不准确 对不对 说的话 有些时候我们在使用这个test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就会尝试一个落马的问题 好吧 就会尝试一个落马的问题啊 好 那么这里话 我们就啊 来跟大家来跟大家在那个像代码当中 跟大家演示一下啊 好 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上门啊 这里呢 我新建好了一个项目 叫做啊 request demo 然后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当中来跟大家讲解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是已经安装好的 那个呃 request who 说的话 我这个地方就不去安装了 我就直接来导入了啊 input了下这个request啊 ak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请求那个百度啊 那么就是request点那个get 然后把这个里面长成hbs啊 3w点百度点 看对吧 response啊 拿到这个response以后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里面的两个属性一个test以及一个contest啊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现在看一下这个test啊现在开始这个test它是什么样的数据类型好吧 不认识一下这个什么呃 type然后response点那个test啊好打印吧这个东西有几次来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response点test啊test啊 从这夹锁子下啊然后我们邮件再来指引一下 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数据类型是不是sdr的数据类型啊sdr的数据类型在我们pys当中也就是那个unicode的资讯 对不对unicode的资讯啊后面这个部分的话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网页员代码里面的这个东西的啊 那么这个网页员代码里员代码里面的这些东西的话是不是就有这种乱码的问题啊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属于在这个title中间啊在这个title中间按道理讲的话应该是那个摆动一下你就知道当时这个地方是不是产生产生的乱码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乱码的问题呢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讲到的啊这个test它它是request后自己猜测的一个这样的解码的方式继续解码的啊说的话有些时候猜测的可能都不是很准性啊猜测的不是很准性说的话我们就需要给他指令啊自己去给他继续解码好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使用这个contain的来跟大家演示一下啊 好这个地方是那个contain的好这个地方是那个contain的吧保持一下啊优金再来指示一下 好那么我们这个contain的他说这个类型就是这个bis的类型bis类型就是经过b码后的一个这样的字符上对好经过b码后的字符上我们直接打印这个字符上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呢经过b码后的一个这样的字符上啊 那么这次字符的话是可以直接存足到我们的硬盘直接可以在网络上面进行传输的啊 那么这个话我们是看不懂这个b码后的字符上是什么东西对对所以这次的话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将啊我们自己给他指定这个解码的方式将这个呃编码后的字符把它给解码出来啊这样的话再来打印就可以看得懂了好吧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说第二这个decode然后的话使用这个utf干8的形式进去解码啊进去解码啊那么我们再来评一下 好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它是一个他号这个东西经过解码后的它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sdr的数据类型的 然的话这个里面的话这些数据的话是不是就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懂呢对了就可以看到懂的啊就不会产生刚刚的那种断码的问题的啊断码的问题啊 好那么这个部分啊是我们本集科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大家有在使用这个啊再去获取这个网页原案代码的时候我们通过使用的方式获取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这个test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这个contain的那么如果啊如果如果直接使用这个test他没有产生乱码的问题那么我们使用他就可以了如果产生乱码的问题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啊 response.contain的自己使用这个utf干吧挂着是使用其他的编码的方式继续把它给兼码出来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做个笔记啊来做个笔记啊 或者我们后一后面统一来做吧后面统一来做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些常用的属性啊就是这个response上面长的属性啊 response.ur代表的是单层的这个ur啊response.encoding代表的是那个呃那个编码的方式啊 编码的方式哈就是我们这个资讯上编码的方式啊status code大概是那个啊就响应状的码吧那么我们接下来一一来看一下啊 ur对吧代表是单纯的这个ur啊print一下response的那个什么的encoding啊啊print一下我们 print一下我们这个什么的response的那个status code啊好保存下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好第一个的话代表的是单纯我请求的这个ur对吧好第二个的话代表的是我单纯的这个编码的方式啊 那么这个编码的方式的话是不能够识别中文的对不对说的话啊他这个地方就是他猜测你编码的方式谁都是这种方式编码说的话就会你直接掉这个test就会产生乱码的问题对不对好 那么后后面200的话代表的是这个赚的码想赚的码好吧好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简单都是比较简单啊 好那么讲完这个东西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另外一个啊就是我们如果在发送这个请求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传立一些参数那么该怎么去找 其实的话也是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啊如果你之前使用那个urlab去发送那个请求传立一些参数那么你首先先要将这些参数给他urincode把它给编码一下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的request过程中你就不需要做这部分工作了这些工作我们这个request顾底层他都已经把你做好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就是定义好一个人的字典啊定义好一个人的字典 然后再给他传递进去啊给他传递进去 当然如果你使用的是这个get的请求这个啊数据啊这个参数使用的是这个params啊那么如果你发送的是post的一些请求请求那么你传递的是这个data啊传递是这个data好吧那么我们这几个的话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get的请求这地方的话就传递的是这个params啊 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哈就以那个什么呢百度的那个为例啊以那个百度的为例啊 你这个什么百度为例呢我们以百度啊他去呃他去查找某一个资料为例啊比如说他去查找中国这一个呃这个关键字啊那么的话他的ur后面加了个s啊就加了个s 然后再把这个参数和这个头部信息把它给传进去好吧 啊这里面是加了个s啊然后前面给他一个呃pams参数啊等于这个东西 拿着的话他的那个关键上的wd啊是等于这个什么呢中国啊就是现在我们要实现一个站的功能啊百度对吧然后这个地方我输入一个什么呢中国啊哎后面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不用啊都不用哎我们就实现一个站的呃访问一个站的ur好吧访问一个站的ur啊啊问号后面这一双东西代表就是那个什么呢呃代表的就是那个查新资账啊那个查新资账啊 好就是这个wd对吧啊那么我们这边再给了给进去给了pams等于这个什么呢pms啊hires我们也这个地方顺便也是在这个怎么传递头部信息啊 那么的话也是非常简单这个地方第一个字典就可以了啊好这里面来把那个hires拿过来啊 随便找一个 把这个user edge拿过来啊啊这里面是等于这个什么的等于这个hires啊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按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些呃数据啊print一下response点那个什么呢点那个ul啊或是这个呃啊 我先把我我把那个什么呢我把这个网页反过来的这个书角啊把它给保存在我们的这个本地文件里面去方便大家去看好吧那么就是with open啊 然后是这个百度.sml啊一写的方式打开那的话他的编码的方式这个utf干8啊utf干8sfb啊那的话fb点right然后的话写response点那个什么呢有那个呃空定的点击扣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好呃我们这个里面这个写行程的话 他必须要去写入一个sdr的数据对形你不能直接把这个contain的写进去这个contain的它是一个啊bys的数据对对说的话啊这个地方就先把它给解码出来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再来打按一下这个什么的response他的这个ul了保存一下让我们右边再来执行一下啊 好可以看到这个里面他的那个什么呢他的那个ul啊就不算是之前的这个东西的他是底层他自己帮你将你这个什么的将你传进去的这个参数把它给拼接在一起拼接 成这个东西而且可以注意到这地方他是不是将你的这个wt后面的这个东西从一个之前的中文中国这两个字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啊经过编码后的一个这样的字符上看对啊那么我们点一下啊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打开的那个页面对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再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地方多了个百度顶 HTML对吧我们收音一搜尔啊那的话再双击来打开啊那么是不是也是中国的这个页面啊对好真的话就是说啊可以实现一些这样的传立参数哈在传立参数的时候我们都不需要给他指定我们都不需要给他什么呢 url encode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完全毫无意义对吧人生孤短我们只要把我们想我们的时间花在我们自己真正需要关心的事情之上像这些编码这些东西啊你你这个request who帮我自己帮我做好就可以了对说的话这个就是request who他为什么流行的一个原因好吧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做个笔记啊 发送get的请求非常方便哈呃想要发送get请求啊直接直接调用什么呢那个getiqs.get就可以了啊想要发送什么类型啊类型的请求啊就调用什么方法啊比如啊这个地方说明的一点是什么呢比如如果你想要通过这个request request会就发送那个post的请求那么你就通过这个request点post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发送过去了好吧好那么这个吧我们来做个笔记啊来这个也是 就是把这个拿过来啊 一些属性 这个地方抓住的要说明点是什么呢response点test 对吧这个什么的response点condent的虚点啊 这个啊这个啊是直接从网络上面发啊去的抓取的数据啊没有经过任何解码啊所以是一个byts类型啊啊然后我这个明天说明点是什么呢在 在其实哈其实在硬盘上和在和在网络上传输的字符啊传输的字符啊传输的字符创都是什么呢bice类型啊就是bice类型啊 好那么第二个哈就是isbos1.test 这个是request这个是request 这个是request 根据啊response 啊 将什么的将那个isbos1.那个啊空内的进行解码啊的字符创啊 解码需要啊指定一个编码方式对吧啊request会 会根据自己的离自己的猜测啊自己的猜测 猜测啊使用 他字 根据自己的猜测啊来判断码码的方式对吧 所以啊 所以有时候可能会产生问题啊 但是有时候有些时候可能会猜测错误啊 错误 就会导致解码产生乱吗 这时候啊 就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使用这个 啊 reesponse isbos1点 啊 isbos1点那个contain的点dcode dcld啊 然后使用的是这个比如utf-8或者是使用其他变码方式啊 啊 手动 解码啊 这是 这个是sdr的数据类型 sdr的数据类型 是 sr的数据 好 那么这样的话好我们的呃这期课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好吧 感谢大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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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